您好请我有什么需要吗 我自己看 啊好的 爷爷 你怎么老是爱来这 还攒这么多瓶子 您要是退休了没事干 我可以帮你找 你懂什么 我在那是瓶子吗 我这是给你站的老婆本啊 啊 哎呀 以后你就知道了 把我送回公司后 再来接老爷子 爷爷您先等我一会儿 像咱们女生姨妈七的时候 总是很粘腻不舒服 现在夏天又到了 很容易自生异味 一般的纸巾擦拭 很容易有残留 清洁不到位 但这个德宝是厕纸 不仅一擦就干净 还很清爽不粘腻 夏天姨妈七也能舒适度过 好 我买一点试试 好的 你没长眼睛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可以赔你 赔 你拿什么赔 你知不知道这包多贵啊 爷爷怎么了 刚才他要出去 我的袋子不小心通到他的包了 你们店里怎么回事 什么人都往里带 脏死了 不好意思 他一样也是我们的顾客 请您放尊重一点 顾客 你觉得他有钱买东西吗 什么人都能当顾客了是吗 只要进店的都是我们的顾客 有钱没钱都一样 确实 像你这种便利店的员工 只配伺候这样的人 怎么这样说话呀 对 那像我这样的便利店员工 就不伺候您了 请你出去 做人还剩三六九的 既然你不愿意待 就换一家店 别影响大家买东西 请你出去 就是 看不起人家赖着这 以为你是个人物了 有钱了不起啊 欺负老人 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大不了我不干了 谢谢啊 原始集团 我孙子在这个公司当 当员工 你也可以去试试 我不行的 这可是大公司 我相信你 好 没想到我真的通过了面试 欢迎进来我的直播间 哎你谁啊 谁让你给他盖的 懂不懂规矩 是你 原来是你啊 又在这多管闲事 我只是看不惯 有人利用这种事情 搏眼球罢了 你懂什么 像他这样的名气 只要有热度 多露点怎么了 简直歪理 你一个干便利店的 关你什么事 我手下的人 我想让他干什么 他就得干什么 你真是 我没事的 忍一忍就好了 但你得罪了他 他公司不好过的 我就搞不懂了 像他这样为了博出 为毫无下限的人 是怎么进的公司 你 你不会就是今天刚入职的 李珊珊吧 真是不巧 我就是你的直属上司 既然你这么喜欢建议勇为 那今天晚上 你就陪薇薇去见客户吧 要是过过这次机会 公司就会和他解约 来 珊珊我们来喝酒 来 不好意思 我以茶代酒吧 这怎么行 喝一点没关系吧 我酒精过敏 实在不好意思 刘主管 我敬你 来 没事吧 没事 习惯就好了 来 吃菜 吃菜 这两个女孩都挺不错的 那就好 那这次跟微微的品牌直播合作 好说 好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王总 王总 来 来 总做啊 王总 这一次主要就是想跟你谈 微微大货直播的事 你要不要看一下 这几个季度的消息呢 先不了工作 先陪我喝两杯 好 怎么了 我好像姨妈来了 那你快去卫生间看看 那这儿 我没事 我力气大着呢 他们不敢做什么 去吧 不好意思啊 我先去一下洗手间 不好意思 我也去一下 不好意思 这个交给你 我去外面 来 珊珊 我来和你谈合作 王总 哎 你干嘛 我 刘主婉 我还是敬您一杯 实在不好意思 来 刘主婉 我敬您 哎 哎 刘主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事吧 哎 没事 没事 别怕我帮你 这是渊总 渊总 你一定给我个说法 你看看 你冤官把我打成什么样了 这件事情我大概也有了解 王总 你说怎么解决 按理来说 我要取消跟渊氏集团的合作 还要告他 不过 明明是你骚扰在前 不过只要他下回给我道歉 我就可以既往不咎 渊总 要是把他开除了 我们还可以继续合作 渊总 是他先骚扰威威我才动手的 威威可以帮我做证 医药费我可以赔 但是我还是要告你骚扰 威威帮你做证 你有没有问过他愿不愿意啊 什么意思 王总 王总他没有骚扰我 我们只是在他合作 当事人都不承认 你就别在这装好人了 我要是你呀 马上给王总道歉 然后滚出公司 不拖累公司 已经算你积德了 我可以作证 如果你把这个事情攻击你住 不仅你的前途毁 你的清白也毁 这就是证据 这上面有你的指纹 我也是受害者 我愿意执任他 谢谢你 你不是说已经搞定他吗 朱迪 欺上瞒下利用职务之变 谋取私利欺压员工 严重的影响了公司的利益和名誉 你 被开除了 袁总 我为公司做了这么多 公司不需要这样的业绩 等着律师跟你清算吧 至于王总你嘛 骚扰我的员工 公司不需要这样的合作 以后冤氏断绝和王氏所有的合作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为我的员工讨回公道 我可以告他 我还要告你们公司 放任员工 恶意伤人 有什么事情 跟我的律师说吧 记住 你 才是被告 每当我悲伤过 也被暴雨淋过 你拎开除花火 就让他顺畅着 软小小小的梦 不把 哎 那不是渊总吗 是 说起来 还是渊总去让我去作证的呢 他 嗯 他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冷漠 好 渊总 今天谢谢你 你们已经认识了 爷爷 爷爷 哎 那孙媳妇 这下又着落了 你就是爷爷的孙子 孙媳妇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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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